这是广州建反腐式的展厅拍摄现场 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新的是一个2021年最新款的一个村庄 入眼可见的是它这一个整一体的风格的话 都是偏这种中上书的一个风格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的话 是上海的一个快时尚的一个品牌 简爱也是一个三标齐全的一个货品 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看一下它所有的一个款式细节 其实简爱呢这个品牌呢 它的一个风格还是蛮多的 然后它的一个面料的话 有这种纯棉还有棉麻的这种系列货品 还有这种复古的一个牛仔的一个风格 它整体呢它的一个年龄跨度的话 是18岁到30岁以上的话都是可以穿的 而且它整体的很多这种版材的话 都是偏这种欧含的一个风格 还有很多这种棉麻的一个货品 它上面还有很多这一种精美的一个刺绣 然后这样搭配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的舒适 它整体的一个颜色的话都是很有这种春天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种淡蓝色 其实还有这一类宽松版的一个衬衣的话也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款式 我们的一个商务休闲还有逛街或者上班通勤的一个女士都可以穿 而且它的一个吊牌价也是非常的高的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组的一个搭配的话就是比较偏商务休闲类的 像这一组的话也是的 还有它这种小性感的一个蕾丝的一个连衣裙 其实简爱呢它这一批的话它的一个风格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一个实体店的一个小组 然后它陈列出来的话会让人眼前一亮 像这一款的话它是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开衫的 也可以当外套穿 然后它整个后背的一片的话都是这种精美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款式 这一件呢它的一个面料的话也是这种棉麻的一个款式 然后一整片胸前的话也是用精美的一个刺绣 到它的一个绣口的这也是一个喇叭的一个绣子 如果你的店铺正好是做这种中少数的一个风格的话 然后它的一个简爱它作为开春的一个货品的话 是非常的吸引人的一个眼球 因为它的一个货品的话款式是非常的新 而且非常的有亮点 而且它每一件的话都是不挑人穿的 可以一件搭很多件 可以实现我们店铺的一个一个连单的一个效果 这一款的话也是一个连体的一个黑色的一个 非常显瘦 如果是实体店的一些小组的话 可以参照我们的一个呈列方式来呈列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吊牌的一个价格 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吊牌价的话 像我们这一件上衣的一个吊牌价的话 是400多块钱 也都是三标齐全的 它里面的这些衬衣的一个款式 可以看得到是很有那种时尚感 然后也是不挑人穿的 它每一件的话都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设计 像我们这一款的它的一个衬衣 它的一个后背的话是一个蝴蝶结的一个款式 这里有它的一个铜款 颜色不一样 像这个款的话 它是也它的一个系列款来的 这个款的话 它的里面的衬衣都每一件都非常的漂亮 然后带有一点它独特的一个设计师的一个风格 然后这一片的话 后背的话也是一个刺绣的一个款式 也是这种宽松版的 然后它的一个质感的话 是这种纯棉的一个面料 纯棉的面料的话 它在我们春天穿或者夏天穿的话 它的一个透气性非常的好 这个款它一个也是这种蝴蝗色的一个连衣裙 非常显肤白的一个颜色 经典的一个上班人士的一个穿搭 黑白色一个经典的一个配色 非常的舒服 它这里面的然后还有很多这种牛仔系列的一个款式 这边还有它的一个同系列的一个连衣裙 都是这种欧含版的版型的话是偏宽松类的 因为现在的人都是以舒适为主的 所以说在我们这几年的行业里面 很多衣服的话都是偏这种宽松的一个类型 这一组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同系列的一个款式 一个上衣加一个连衣裙 它整体的一个色系的话是非常的明亮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我们陈列师陈列的这种风格 好了 今天整体的一个简爱 所有的款式都已经给大家看完了 有喜欢做这种中少书风格的一些顾客的话可以联系一下